在金融市长林佑昌立法人蔡世盈 与金融市议员何淑萍、庄龙青、佟智伟及陈宜等人共同剪彩下 新一国小与仁爱国小师生欢喜迎接崭新校舍与操场的落成请用 这项校园整建案从金融市长林佑昌上任后 即开始筹备规划设计 并经过五年新建几乎横跨林佑昌两任市长任期 林佑昌感性的说 新一与仁爱国小的建设案就像他的小孩一样 能够在卸任前完成让他非常感动 我们总共投入了8亿1000万的经费 其中有4亿多的经费是我们向中央来争取 那我们改建了新一国小43间的教室 另外还完成了一个有244个座位的阶梯教室 以及演绎的空间 更重要我们有一个全新的操场 还有整个开阔的校园的环境 协助向教育部争取整件经费的立法人蔡世英认为 这不只是学校校舍与操场改建 更重要的是让校园与社区融合 打造以人为本的城市环境 学校的公共设施落成 在这次的落成当中 我觉得最有意义的是 第一个它不是只是为了学校而已 它是让学校跟社区 跟我们这个城市整体的结合在一起 因为我的小孩从二年级就在这边 那他毕业了都还没有办法参加到 那个操场的运动会 那晓得呢 今年五年级了 刚好可以参与这个盛事 我觉得家长都很开心 那当然小朋友更开心 金融市长牛昌等人 还带着信义国小的小朋友 跨过仁二路137项 到访仁爱国小 打破两校间的围墙繁离 更让这两所百年名校的小朋友 首度合作 玩闯关游戏别具意义 我想将两个学校贯通为一个区域 而最终未来也希望说 大家共同来维护我们仁爱跟信义 那大家来使用这个停车场 也好好维护这个环境 这是基隆人代表一个希望的开始 仁爱跟信义都有非常多 非常多的优秀校友 然后百年的校园 校园环境 我想这是一个很见证历史的时刻 那我想地方的居民 还有学生都会非常的开心 至于地方引颈期盼的信义国小 地下停车场部分也已经完工 两层楼建筑共提供349席停车位 将可有效改善周边居民及外地游客 停车问题 我们介绍市中心区长年以来就缺乏停车场 那这一次是这十多年来 第一次有新的大型的停车场的一个僻件 我相信对市中心区未来商业 还有生活品质的提升 会有非常大的一个注意 这件事情代表的过去我们一直努力要解决 市区停车的问题 那我们也很高兴中央的补助 教育部 内政部 蔡思印 我们几个单位的通力的合作 提供了400多个停车位的位置 那也代表的我们有心做这件事情 未来蔡思印会继续来推动类似的校园停车场 金融市政府交通出方面表示 新一国小地下停车场 目前正有委外厂商建置相关停车设备 包括自动电子收费 车位载息与车牌辨识系统等 预计11月中旬对外开放营运 记者张启腾 金融报导